Hello,大家好,我是苏联网络小徐 我现在所在的展位是南方科技大学宋金华教授团队 今天也很荣幸请到我们宋金华教授给我们做相关新材料的讲解 你好,宋教授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宋金华,是南方科技大学材料系和创新专业学院的教授 那么我们做的主要的工作是可降解泡沫新材料的开发和工业化生产 这个技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遇到了多年的瓶颈问题 就是价格很低,材料性能也不尽人意 所以我们做了大概到现在有15年的开发工作 主要解决的是一个是成本问题 一个是它的性能优化问题 为替代传统的泡沫塑料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主要的进展在一个是成本降到和传统塑料泡沫差不多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它的性能有些防火性能啊 保温性能啊 和降噪性能啊 机械性能啊 这些在全方位上都可以和传统的塑料匹敌 现在我们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希望能够接触广道的工业界的伙伴 能够用材料的伙伴 能够想要生产 工业化生产这种材料的伙伴 和我们一起合作 把这个新材料呢 推向中国 推向世界 谢谢 谢谢宋教授的精彩讲解 谢谢宋教授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宋教授 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些 这些新材料应用的方面 来 宋教授 这个材料的应用方面呢 是挺广泛的 从这个建筑到医疗卫生 到环保 还有就是这个家用电器啊 包装啊 所有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代替传统塑料的话 就是泡沫板 还有这个隔温绝热的绝热板 还有轻型材料的方面呢 还有蜂窝复合 复合材料 做高铁上面的应用 还有轻型的飞行器啊 然后呢 有些软的材料 高吸水性的材料 还可以用在可降解的 婴儿尿不湿啊 这些卫生产品上的应用 另外包装啊 这是冷链包装 当时这个大家经常见的 每天的这个快递 都会有包装用 大量的塑料泡沫 我们也做了一些样品 就是说代替现有的塑料 做保温 这个冷链的包装用的 生鲜食品的快递 非常感谢宋教授的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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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